为应对感染中共病毒患者对呼吸剂的需求 英国和意大利政府呼吁制造业转型生产呼吸剂 一家英国公司表示 再有几天就可以制造出生产样本 意大利最大呼吸剂制造商在军队的帮助下 争取在4个月内生产2000台 英国迄今确诊感染中共病毒人数已达到5000人 其中233人死亡 英国政府担心医疗机构无法应对疫情加剧 恳请英国制造企业转型生产 重度病患所需要的呼吸机 英国制造公司GTEC表示 他们已经解决了所有技术难关 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大批量生产 意大利政府也在军方帮助下 针目制造商甚至寻求3D列印制造呼吸机 意大利呼吸机制造商新罗工程国际集团也接到意大利政府紧急命令 要求全力以赴生产呼吸机 25名军队技术人员与生产主管一起管理扩大生产并帮助组装 目标是将每月160台的产量扩大到3倍 并在4个月内生产2000台呼吸机 针对同时还请公司的供应商派遣人员支持 呼吸机是一种机械呼吸设备价值数万美元 可以将空气和氧气吹入肺部 对肺衰竭者至关重要 但只能起到护理维持作用 新台湾记者徐哲陈海月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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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